大家好,好山好水,搓好蜜 今天又来收猪了 看一下这收的几窩蜜蜂能割到多少蜜 先从这一箱开始 开箱 先把装备穿好 这颗锅也挺旺的 这边上几个皮是开始割过的 所以还没怎么封盖 是后面的,前面没割的 你看这一板密 这上面还有这边 这是上其没割的 基本上是前封盖 然后你看这下面 这孔这里 这孔里面 这个又封出来以后 这里面又打尽密去了 所以的话是下面这里 还有一部分水密在这里 我用两个桶 先把这个水密摇出来 然后再割封盖密 先把这个水密摇掉一部分 很垫垫的 然后把这个盖 给它割掉 满满的封盖密 你看这孔里面的水密 已经全部被我摇取了 剩下的只有封盖的 我给它是在水域 这边的水域 还没得到 那边在水域 还没得到 那边在水域 我给它 没有被我摇取了 那么多点 就是 那边 最安排 蜜糖已经开始往下流了 这样操作就是一个人比较麻烦 至少要两个 太阳的夸材料 太阳是不错的 爪一眼 均白的衣服 看下 满满的封盖面 漂亮啊 这一块 换成一颗 这一块 放开你啊 漂亮 哎呀呀呀 哇 嗯 嗯 你看 这个蜜是头一去没割的 好多王台呀 不割蜜的话 它就容易分封啊 比较非桃啊 这个蜜漂亮啊 这割锁 马步也来了 熊蜂子也被割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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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面每一箱的话抽了两个皮左右 因为上一期摇的有些还没有完全封盖的 我就留到现在来摇 这种面才是好面 然后这个到时候下雨天蜜蜂没得吃的 再喂给它吃 用一个桶摇出来的蜜 只要封盖率达到了80%以上 放一年还是没问题的 像我这种在长风下放个两三年都是可以的 现在养蜂的人越来越多 早知这个蜜也不好出售了 我也算是一个业维养蜂者 自己养一点吃吃 有多的就卖一下 不管是送朋友 然后出售也好 这种蜜都算是好蜜了 为了提高品质 也有些朋友用勺子刮 把那上面封盖的给我刮出来 但是那样的话有时候刮到花粉了 然后过滤出来的蜜 看起来就没这么漂亮了 但那种也是比较好的 还有的话现在很多人进行土壤 土壤的话直接割草蜜 搬喝这种中蜂蜜的朋友 你需要的也可以联系我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下期再见